国安基金月底退场喊咖 台股四月底来大跌进千点 不仅投资人损失惨重 也使得原本打算在五月底出金持股的国安基金 急忙喊咖 暂缓退场 我们国安基金的功能就是安定股市 政府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措施 国安基金规模五千亿 是政府成立的护盘基金 前年金融海啸台股从九千三百多点崩跌 国安基金在跌破六千点后 陆续投入六百亿护盘 最低跌到三千九百五十五点 一度惨赔一百七十亿 幸好股市随机反弹 今年一月涨到八千三百九十五点 基金账上获利三百五十亿 决定卖股出场 至上月八日已卖出六百二十亿股票 但还持有两百到三百亿股票 昨天暂缓卖股的消息 让国安基金的主要持股卖压大减 包括台积电 联电 友达 宏基 鸿海 台肃都上扬 带动大盘收负七千三百点大关 上涨八十五点 不过专家还是建议 投资人保守为一 台股未来可能反弹之后 往下测试距离还是非常高 真的有机会反弹到七千五 甚至到七千几上的话 可能要做部分支付的条件 会比较好一点 动新闻台北报道